您好 鸥先生 鸥先生 鸥先生这地儿你常来啊 咱送的衣服好不好 衣服当然要本人亲自来吃才好啊 你替她是呗 我们俩上才有力量 也是 好 哎 这也不错啊 你觉得怎么样 鸥先生 您真有眼光 这条项链十分契合您女朋友的气质 不好意思 我不是她女朋友 你一个服务员跟顾客就是这种态度吗 从刚才你就黑这个鸟给谁看呢 不好意思 欧先生 我先过去看一下 这声音怎么听起来那么像林薇薇的 这语气这口感除了她还有谁啊 那你还在这儿站着 你小声嘀咕什么呢 你当我听不见是吗 有本事你带点声 怎么回事 怎么还跟客人吵起来了 她在店里都逛了快四个小时了 衣服试了不下七八十件 一件没买也就算了 为了陪她我连午饭都没来得及吃 我说给她换一个导购 她还不同意 您好 女士 换我为您服务 您看可以吗 不用 我就要她 女士 您能把声音稍微压低一点吗 您已经影响到我们店里的 其他客人了 你哪来那么多废话呀 别钱赚给谁看啊 去隔壁快销品店随便试啊 反正也没人管 你说什么 你说谁没钱 别说你两件破衣服 你这整间店 我都能给你买下来 好啊 那请问您看上的是哪一件呢 只要你今天随便买一件 我就可以给你我们员工内购价格 怎么样 我不赚提成了 你买啊 你怎么回事 你们家的衣服不让试吗 不是我怎么知道大小合不合适啊 我们就算把这家店 所有的衣服全部都试便 如果号码不合适的话 我一人K一件都不买 对吧 对 你从哪儿捞出来了 这差不多行了 给你的台阶赶紧下来 这情况我都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了 一切都没没收了 欧阳 他们刚才都欺负我 不好意思欧先生 我不知道这位小姐 是跟你们一起的 欧阳 我出了梦蛋线包了 那行 赶紧刷一下 我去我就坏了 什么梦蛋线包 装什么装啊 岳本 你还是消停的 赶紧回去刷你的碗钱 你个警给我交代过了 坚决不允许把钱借给你 再说了 你没钱跑这种地方逛什么逛啊 对了 刚才的项链路逛两条 好的 欧先生 为什么要买两条 你一条思雨一条 你给她买东西 你都不把钱借给我 李薇薇 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赶紧回去刷你的盘子去 没钱别老来这种地方瞎逛 听到没有啊 你笑什么呀 欧阳 你给我买项链干嘛 我刚看了价格很贵的 你给思雨买就可以了 我跟这个项链一点都不匹配 你快去跟人家说说 人家把项链退了 这事就这么定了 这事就这么定了 刚才李薇薇已经很尴尬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她 我怎么对她了 是她自己缺心眼我能有什么办法 其实我觉得李薇薇 真的挺可爱的 虽然有的时候有点缺心眼 比你还缺心眼了啊 我比她强多了好吗 我跟你说啊 李通角色一点都没错 她是该好好洗洗吧 今天这事 就是给她很好的一个教训 哦 对了 我认真地想了一下 这条项链太贵重了 我不能要 哎呀 说了多少遍了 不许摘好戴着 她真的很贵重 我戴着她我心里不太是 基于你全段时间呢 一直被蒙在鼓里 也挺辛苦 就当是 我对你的奖赏吧 戴着 一条项链你就想让我原谅你啊 我谢谢你啊 那我更不能要了 我最近这段时间内心受到了伤害 根本就不是物质能够衡量的 不许摘好戴着 我看你一个手怎么沾 沾 哎呀 你别闹了 你快送她吧 哎 你不知道我不送她 放开我 我不送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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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送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托你的福 我们一定会顺利 对了 思雨 非常感谢你这次对我们的帮助 晓晓礼物不尝尽你 你快点打开看看 哇 好漂亮啊 谢谢你 思雨 你给我 我给你戴上 谁算帮谁戴 这才算有诚意 好吧 脖子挺长啊 讨厌你戴不戴 我都准备好了 当然要为你亲自戴上了 好了 好漂亮啊 美娅 好不好看 好看 特别好看 我说什么呢 欧阳 我就说了我跟这个项链特别不搭 今天我跟欧阳在给你挑礼物的时候 碰见黎薇薇了 欧阳为了气她 就把这根项链套在我脖子上 我就说了我跟她不是很大了 我必须得把她还给你 又来了 我送你项链不是为了气力薇薇啊 都说了 是真心向你表达我的谢意 再说了 这项链怎么就跟你不搭了 挺搭的啊 非常搭 嗯 我觉得她说的没错 你带了之后特别美 再说了 你跟我带姐妹项链 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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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跟思雨带姐妹项链 思雨 你回到法国以后 我会想你的 我也会想你的 哎呀 我最多半年就回来了 嗯 安娜特米天 安娜特米天 来 干杯 快吃菜吧 菜都快凉了 嗯 快吃菜吧 菜都快凉了 嗯 你怎么回事啊 明天就要走台了 你今天喝这么多酒 到时候面不水肿 我怎么给你化妆 哎呦 烦死了 哎呀 你说你俩都分手这么久了 你还对她于心未了 话说回来 哎 那林梅呀 她不是欧阳的秘书吗 我跟她就因为这次发布会的妆容风格 沟通了好几次了 挺不错一女孩 哎 再怎么说 你们俩已经分了 她愿意找谁就找谁跟你没什么关系 而且你说你条件那么好 找个谁不行啊 行了 行了 赶紧回家吧 别再为这个欧阳伤心了 好好休息 明天起早呢 走吧 我就是不服气 当初 欧阳她爸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她一句话都没说 直接把我给踹了 可现在 你说她为了这么一个女人 这样 我帮你出出气 明天的发布会 我不去了 什么 我说明天的发布会 我不去了 你不去了 对 你想啊 化妆新品展示 首席化妆师因病没有到场 就这么定了 我开玩笑的 手机